暑假的來臨又有國旅補助的加碼 小琉球再度湧入了大批遊客 而人潮同樣出現在東港碼頭 排隊的隊伍數十公尺相當的驚人 另外除了下海這個屏東空中嘉年華 也提供了遊客飛天的新選擇 從22號到24號不僅可以看清航機起降 當中呢還有110位的民眾 更有機會一起共乘 週末假期打清早碼頭邊全都是遊客 大包小包要出遊就連後船區都出現 長長人籠 小朋友喜歡玩水所以帶後不去玩水 去福姐然後晚上去吃吧 一家大小好興奮 都還沒到裝備已經穿好 隨著暑假來臨又有國旅補助加碼 觀光人潮再度湧現 其中小琉球特別夯 今天的話預計加開20班船 可能會3000將近4000 船班加開再加開就怕不夠載 摩托車也統統被租光 艷陽高照遊客更熱情迫不及待玩水還翻天 只是屏東除了下水還有飛天新選擇 螺旋槳飛快運轉超勤航機 依序起航翱翔天際超過癮 屏東恆春半島美麗風光 更能全部盡守炎地 運動飛行全台首發直接降落正式的機場 這是屏東空中嘉年華 從22號到24號在恆春機場盛達展開 不僅能欣賞飛機起降 其中110位民眾還能跟著教練共程 航戰裡面也有相關的DIY 還有相關的一個模擬飛行的一個體驗 玩不到也沒關係 室內的飛行模擬器免費又逼真 體驗開飛機零負擔 多樣化的活動選擇 讓民眾過個不同以往的充實假期 記者蘇世衛屏東採訪報導